好 立刻來關注一下 現在以色列跟伊朗的 最新的情況 現在以色列 無視美國的譴責 仍然在開宰節的期間 照常轟炸加薩 以色列還是照常的轟炸 感覺上面好像無視拜登 昨天才講 以軍的戰爭方式 他說是一個錯誤 所以他不但轟炸了 沙提的難民營 也在拉法這邊 也進行一些相關的轟炸 現在傳出來 因為以色列要不斷 他們已經立好了 要攻拉法的時間 所以他們購買了 四萬頂的帳篷 就好像是在 為著進攻來做準備 像哈馬斯他們的領袖 他自己本身 等於說兒子 孫子 都被以軍這一次的空襲 而造成了一些 罹難的消息出來 所以他很生氣 他很憤怒 他痛批這個是懦弱的攻擊 而因此他講說 要哈馬斯放棄都是痴心妄想 哈馬斯是絕對不會投降的 那緊接著我們來看一看 現在伊朗這邊 同樣對於以色列的憤怒 也是在堆疊當中 伊朗的最高領袖 阿里哈米尼 他也是在人群面前講說 以色列必須要受到懲罰 而台下也是一陣跟著一起喊出來那股憤怒感 我們來聽聽聽 好 以色列能够感受到伊朗的愤怒 因为整个伊朗的民众是跟着高呼说 以色列必须要受到惩罚 以色列的外长他们讲说 4月10号给伊朗画了个红线警告 如果伊朗从对境内 然后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 以色列将会直接攻击伊朗的目标 现在看起来 以色列要打算对什么样的地方攻击 是伊朗的核设施发动攻击 恐怕这个影响范围就会更大了 根据伦敦的报道 他们是一个匿名的西方官员的讲法 他们说以色列一直在进行空军的演习 而且专门瞄准伊朗的核设施 跟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 以色列就警告伊朗不要攻击戈兰高地 他们的伊朗的一家通讯社 引述他们该国国防部长的话讲说 德黑兰领空将被关闭 要应对突然的军事演习 避免以色列有任何的突袭行动 所以双方现在的警戒都是不断在升高当中 连汉沙航空也停飞往来德黑兰的 相关的班机为了要保障就是乘客跟机组人员的安全 现在是他们这个首要的目标 紧接着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中东的战火 也是导致石油跟金价的一些波动跟这个暴涨 那以色列他们恐怕会遭到导弹加上无人机的狂炸 那美伊可能会联手起来对抗伊朗吗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也因此反映到说这些石油或者是金价的价格 美国跟他们盟友评估 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那恐怕就会在这几天之内 因为原本一开始讲48小时 但是现在感觉上面他们可能就是要等到4月12 就是他们的灾界节之后 才会开始发动这一波的攻击 那现在这个拜登也是喊话 说告诉纳坦雅虎我们会尽所能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尽管他说他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可是他还是得要跟以色列绑在一起 那反映在现在大家对于国际情势的不安 就是从油价跟金价来看 现在原油的价格已经又涨回了半年的高点了 而金价甚至占上了2359美元 也是到了一个今年的新高的位置 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他说美国跟他的一些盟友认为伊朗还有他的代理人 恐怕会对以色列发动一些袭击 所以也导致现在原油的价格也上涨 然后金价也是上涨 那特别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就是伊朗 他也是属于这个石油产油国的第三大 所以对于原油的价格恐怕也会有一些联动反应出现 好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现在这个中东的局势真的是一触即发 他整个的以巴的冲突会已经产生蔓延的效益 就是外溢的效益 也不是效益 效果 那这个本来就是说美国还有以色列都非常惧怕伊朗插手 甚至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插手 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加萨走廊的这种种族灭绝的行动 那可是伊朗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直接出手 他都是用间接的 他用他的比如说这个福塞组织 福塞组织基本上他们是在这个叶门的这个什叶派 所以过去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关系就很直接 非常非常密切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 尼巴勒的真主党 这些都是伊朗的这些 所谓的战友 亲密战友 那所以过去伊朗也是透过这些海外的这些组织 在对美国 对于西方 对于以色列 进行这种间歇式的攻击 那对他们造成困扰 那所以伊朗其实他策略 一直也是不要亲自射入这样子的冲突 因为如果一开打的话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那伊朗本身他的策略 也就是利用代理人 去帮他处理这些问题 那这个平衡过去一段时间 去年底的时候就被打破了 因为伊朗接连被这个恐怖集团攻击 那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革命卫队 苏拉曼尼 他四周年的葬礼的纪念的时候 发生了一系列恐怖攻击 还有在他的这个西部的边界 也是靠近巴基斯坦这个边界 也发生恐怖攻击 所以伊朗去年底的时候 他去年底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次报复行动 那一次的报复行动包括打击了 在这个叙利亚境内的 所谓的穆萨德的总部 也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的总部 那这枚飞弹 它是用路对路的 也就是地面对地面的飞弹 从伊朗的本土 设了一千两百多公里 三枚飞弹去打在叙利亚 库德族的这个基地的 一个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穆萨德的总部 这三枚飞弹飞了一千两百多公里 都精准打击到那个目标 而且非常的准 因为照片显示 房屋被摧毁 附近的连树都没有被打坏 所以就是伊朗的这个 飞弹的这个远程攻击能力 跟它精准度相当的惊人 那可是那时候 以色列被打以后 它并没有采取强烈的报复措施 那以色列那个时候 本身它的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加沙走廊的战况 也是陷入一个泥脑 所以它很能忍 可是现在为什么 以色列突然用飞弹攻击 这个叙利亚在这个 在这个 伊朗在叙利亚的 这个总领事馆 那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我觉得这也是策略的应用 就是以色列想要把 这个伊朗之间 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怎么讲 仇恨跟冲突把它升高 最好让伊朗来攻击一下 以色列 因为只要有这样的事情出发的话 美国就对以色列的态度 就要立刻改 因为以色列如果受到攻击的话 那美国的犹太人团体 会比美国受到任何人攻击 还更当一回事 所以那个 这个 拜登总统 就势必要怎么样 亲自陷入被拖入这场战争里面 所以现在这场战争 真的已经到了一个耳鱼我诈 即使盟友也是互相陷害的状 就是说 内坦雅胡这一招 真的是把美国拖进一个战火了 现在伊朗也非常的聪明 他现在还按兵不动 可是不断的把这个 警告声音提高以后 造成两个效果 就是你提到的一个 石油价格提高 第二个黄金价格提高 这两样提高对什么最不利呢 对美国非常的不利 美国这个物价上涨 里面很重要的因素是原油上涨 这个对美国非常的不利 所以今天就是说 这场战争真的是 各方都是用尽心机 这个整个的情况 现在就剑拔弩张 现在就等伊朗的飞弹 什么时候打出去 那很多人的评判还是伊朗可能不会 踏出那条线 最后还是可能透过他的代理人 去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因为这个飞弹发出去以后 如果打到以色列本土的话 那就正好中了以色列的计 美国跟伊朗都陷入一场战火 好 请教杨老师 这两天其实美国在白宫 负责中东地区的主要的负责人 他就不断的打电话给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 卡达尔 阿联酋 甚至伊拉克的外交部长 就这两天 昨天到今天 请他们要转告给伊朗当局 不要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因为现在从以色列到所有西方国家 你看航空公司都停了 得到的讯息是 美国的情报显示 伊朗会在这几天之内 或者是直接攻击 以色列的军事设施或政府机构 或者是用无人机进行攻击 你还记得俄乌战争发生之前 只有美国在不断的喊 俄罗斯会打乌克兰 全世界不太相信 美国的情报我不知道 是不是对于伊朗 也有这样掌握的程度 但是这种类似的事情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伊朗跟以色列打起来的时候 其实美国就会直接的下水 对抗伊朗 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关系仇恨 从70年代就一直到现在 那当然它是最主要 以色列的保护者 以色列现在在不断的屠杀 大屠杀 加薩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到今天为止 三万四千人死亡 一万三千位儿童 八千四百位妇孺 以色列还不是大屠杀吗 连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都这样子认定 希拉蕊跑到了 威尔斯学院去领学位 荣誉学位 学生都抗议他 因为希拉蕊支持以色列 对于哈马斯的持续的攻击 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 那个大屠杀 我们现在清楚知道 以色列根本的目标 不只是在加薩 以色列目标在伊朗 就像是1981年的 6月7号巴比伦行动 他那个时候 以色列的飞机攻击 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 核子设施 他要把对他的国家安全 最大的威胁给攻击掉 只要美国在背后撑腰 他就敢那么做 他现在认为 在哈马斯对他的攻击 哈马斯背后是伊朗 那伊朗从就是伊拉克到叙利亚 到哈马斯加沙地区 就不断地攻击以色列 所以他要把这个事情提高 我最后认为 我觉得伊朗当然也知道 而且北京中国大陆在这边 也大概有一定的这种角色 总是不希望这个区域战争扩大 可是我觉得伊朗 某种程度可能还是会采取一些攻击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 就是比较少量的 间接的 无人机的这个攻击 否则伊朗现在这个态度怎么办 我的大使馆都被你轰掉了 都死了七个军官了 难道不做回复吗 对 好 来问盛峰哥 这样子 辖坏没落水的骨 所以一个人的嚣张 没有这个衰落的酒 为什么这次我来形容以色列 以色列他太骄傲了 过去历次的中东战争 他都是胜利者 他没有失败 过去他在追杀所有 对以色列不利的人的成兄 全世界是给他纵容 是给他特权的 美国对他是无限制的支持 让他非常的嚣张 那希望对于这个以色列 基本上是非常无奈的 看着美国的眼色 也必须要阻止 这大概就是以色列 今天存在的情况 所以他认为他天下无敌 这种天下无敌 你可以看 联罗国安理会的结议 我不了你 人间道结我不了你 美国的警告 我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全世界都是美国的小弟 昨天我讲 只有以色列是美国的阿爸 是他的老爹 你可以看到 美国去警告哪一个 他的所谓的友邦 可以像这样 根本就不甩你 然后不断不甩你 你还得不断的提供资源给我 你还得在社会 国际社会办两面人 一面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一面还是继续的支持 所以以色列讲了一点 已经吃定了你的整个的情势 那再我来看看伊朗怎么办 伊朗现在是被逼到墙角 伊朗没有行动是伊朗垮 伊朗的执政者还混得下去吗 混不下去了 所以你当把一个伊朗 逼到墙角的时候 目的干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就把美国给拖下水 美国现在是想尽办法不拖下水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压制以色列 他反而要去欠 那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伊朗中 你不可以怎么样 所以从这种完全违缓 整个的政治运作 人性运作的角度 我可以预测的说 中东这一个战火 随时会变成中东的风暴 这个风暴的来临 可能是谁都会逃不掉的 因为有一个嚣张 而不离美国 吃点美国的以色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感谢观看